长期投入宜兰教育培力计划推展的 中保科技集团以及国产建材实业集团旗下的三大基金会 林登中保林校信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年度最盛大的感恩围炉参会 以竹梦踏史为主题 宴请来自宜兰地区的高中职以及中小学等500多名师生 感谢学校的配合支持 并且肯定学生一年来的努力 而前来参与的学生们也都展现了多元才艺带来精彩的演出 孙末年终之际 中保科技集团以及国产建材实业集团旗下三大基金会 林登中保以及林校信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盛大的感恩围炉参会 西开五十桌以竹梦踏史为主题 宴请了宜兰地区高中职及中小学等500多名师生 共同围炉 而受到邀请的孩子们也准备了精彩的演出 如同一场大型的跨校连夜 让这场围炉活动热闹滚 每一年以后 都第二场围炉活动热闹滚 让这场围炉活动热闹的领域 就完成了一个围炉活动热闹 就完成了一个围炉活动热闹 國中高高的同學 趕快給他們直接叫聲 林登基金會 中保基金會 以及林孝信基金會 多年來秉持著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精神 長期以教育為核心 支持宜蘭地區的各校教育計畫 培養學子無數 而宜蘭是總裁林孝信的故鄉 每年回來跟孩子們圍爐 是她的承諾 也是她最期待的一起一會 一方面是對於各校的配合支持 表示感謝 也是對辛苦了一年 奮發向上的孩子們最大的鼓勵 我們透過三個不同的基金會 希望可以帶給不同的技術跟科技 跟不同的一些的教育方式 去給帶來給宜蘭的這些學生們 有更大的一個未來的機會跟創業 然後我們中保集團這邊一定會未來 還會一直不斷的支持宜蘭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中保客服班的學童們 親手製作卡片 獻給他們口中的爺爺林孝信 以及奶奶林淳美 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 讓這場圍爐餐會 在充滿歡樂和溫馨當中 劃下句點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 林奇塑 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黃文淑